我最近發現一件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們也可以來GK別人了 那為什麼我突然講這個 因為我發現寒霜有人打我 我講之後我就打回去 結果我發現採集分採集出征分出征 所以現在是缺什麼 是木頭嗎 啊 氣死我了 氣死我了 一定是有人打我才掉回來的 其實我發現低級牽繩就可以 有時候就可以牽到聖遇了 蛤所以他是隨機的喔 煩死了 算了 反正你高等玩家你就可以去欺負一些新手 來例如我們旁邊這邊住一個10等的嘛 來我們直接GK他 這樣還算同國家喔 搞什麼啊 我們現在有多少錢 這裡都沒有支援 這裡都沒有支援要玩屁啊 慘了這裡都沒有支援 阿板一直牽啊 真假啦 靠真假 所以低級牽繩隨便牽 一直隨便牽就中了喔 哇這要花很多那個的耶 就是這要花很多那個捲子 那根據都買低級牽繩就好了啊 就讓他抽啊 因為你們知道低級牽繩一張多少錢嗎 低級牽繩一張多少錢嗎 低級牽繩 低級牽繩一張才那個耶 啊不行啊我一定要講 真的是氣死 氣死 那我之前花這麼多錢幹嘛 來啊我會跟你們講認真的 欸在哪裡 低級牽繩一個才200 那你就一直抽 但是如果你買高枕一張就5000了 那更何況我之前都買這個 那乾脆就一直200200200 一直抽就好啦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要聰明一點啦 所以不知道這個攻略還是 今天有人打我所以我才沒有兵啊 不然我 不然我是有兵的喔 不然我是去欺負 看有沒有比較低等的 欸對了 是吧 我是在 看著我 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